在臺灣舉辦的臺北羽球公開賽 進入了決賽階段 男子單打前四強都是臺灣選手 臺灣羽球一哥周天成 今天面對二十七歲的超級黑馬 齊佑仁 原本是率先拿下第一局 但是到了比賽後段 齊佑仁透過往前控制 最終是以總局數二比一逆轉 搶下臺北公開賽的冠軍戰門票 本場就是滿滿的歡呼聲 臺灣羽球一哥周天成 在男單四強上演臺灣內戰 跟二十七歲的黑馬齊佑仁碰頭 經驗豐富的小天掌握節奏 在第一局就以二十一比十九 選下一城 不過既然被稱為黑馬 齊佑仁的實力不容小覷 他在八強賽扳倒了王子維 這一場對上臺灣一哥 齊佑仁又在第二局開始 讓戰局風雲變色 他不斷用往前的控制 限制周天成 而越打越有信心的齊佑仁 沒有退縮 跟周天成在第三局焦灼 達到十四比十四平手 又來個漂亮轉扣 救助領先的齊佑仁 繼續 羽球一個周天成拿下第一局之後 被趕了兩局 最終以總局數一比二 無緣晉級決賽 而齊佑仁則是生涯第一次 聽進臺北公開賽的冠主賽 在臺北公開賽也很受到矚目的 還有最強混雙組合 葉宏偉跟李嘉欣 兩個人沿路殺到了四橋 卻在開賽不到五分鐘 李嘉欣是大臉也在底下 李嘉欣跳起來接球 落地扭傷了左腳踝 當場是痛到無法起身 雖然經過短暫治療 他還能勉強上場 那是第一局 主要靠著葉宏偉單打撐過 由於傷勢過重 兩個人在第二局開始之前 決定退賽 雖然帶著遺憾 但他們未來的路還很長 希望李嘉欣早日康復 華日新聞趙環璇 凌晨飛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二次電視頻 四次電視頻